台南人事大地震 国际媒体也在第一时间就立刻做出了报道 先要来看到的是法新社 在标题就直接点出 行政院长刘兆全因为莫拉克风灾 负起政治责任请辞下台 路透社的报导指出 台湾的行政院长及内阁团队 因为上个月的风灾受到了猛力抨击而请辞 郭路透社认为这项人事一动 对台湾的政治和经济 冲击应该不会很大 美联社则是以台湾总统任命新内阁为标题 指出马总统任命了现任的总统府秘书长 吴敦毅出任行政院长一职 《红博社》的报导 台湾的行政院长刘兆全请辞 一肩扛起了上个月风灾 救灾不利的政治责任 刘兆全